汉武帝十六岁等级 二十九岁的时候 才和他第一个最心爱的女子 归此后生下了四六剧 但是这个汉猩猩 汉月亮汉来的寄属人 后来竟然失去了汉武帝的重新 而且父子二人兵容相见 这么巨大的一个变化 到底是怎么造成的呢 仅仅关注大型系列节目 王力群独使记 汉武帝之太子失宠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公元前一百二十八年 皇太子刘聚出世 这是汉武帝与魏子夫的第一个儿子 这也是汉武帝经过十三年等待 盼来的第一个儿子 当时穿越两千多年的历史长河 我们依然能够感受到 这位个性张扬的皇帝 表达爱此方式的切切真情 据史书记载 汉武帝在刘聚出生后 他就大祭诸人团圆 大赦天下祈福 然而作为天之骄子的刘聚 后来却背上了谋法的罪力 驱死在父亲的言威之下 那么汉武帝与太子刘聚 两人的关系 为什么会越来越疏远 直至兵荣相见 他们父子关系的紧张 究竟是怎样造成的 究竟是太子做得不够好 还是有人挑拨离间 河南大学王内群教授 做客百家讲探 为您精彩讲述 王内群独时记 汉武帝之太子师宠的来龙去脉 皇太子刘聚这个人 和汉武帝的关系 是父子关系 但是这一对特殊的父子 因为父亲是皇帝 儿子是太子 这一对父子的关系 他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变化 我大体上把汉武帝和太子的关系 划分为五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 叫父子秦深 这个阶段 是一个非常融洽 很和谐的一个阶段 这个阶段从什么时候开始呢 从太子出生 太子一出生 汉武帝是高兴极了 你想想他从16岁登籍 到29岁才得到第一个儿子 而且这个儿子 是他最喜欢的女人 为子夫所生的 皇长子 所以七岁 他就把刘具立位太子了 刘具立位太子的年龄 给汉武帝当年立太子的年龄 巧合了 他们父子两个人都是七岁当太子 很幸运 等到刘具二十岁的时候 这个二十岁古人叫若冠 到了若冠之年 太子要住到太子的宫中去的时候 汉武帝特令 给太子设立了一个博望院 博是广博的博 望是跳望的望 博望院 就是让太子在这个院里边 可以任意的挑选他喜欢的人 作为他交往的人 这个是很不容易的 汉武帝最讨厌的就是大臣们养门客 我们都知道春秋战国时期 姓明君手下有三千门客 我们在讲汉武帝的过程中间 讲过窦英填分养了很多门客 汉武帝是非常反感的 但是允许太子养门客 而且你可以自由地 根据你的喜爱去挑选门客 这应当说 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兆头 表明汉武帝已经开始在培养他的太子 让他的太子结出各种各样的人 所以这个时候 无论是太子还是太子的母亲 魏子福 两个人在皇宫中间 人气指数已经飙升到最高的位置了 非常得宠 这是第一个阶段 这个阶段到二十岁结束 太子成年以后 汉武帝和他的儿子太子刘具的关系 出现了一些微妙的变化 这个阶段叫暗生辖西 这个阶段呢 出现了一个不太好的症兆 就汉武帝发现他的儿子啊 性格上和他差别比较大 史记的记载是写了三个字 不累积 就是不像自己 这个话大家应当说不陌生 当年我们讲吕后的时候大家都知道 刘邦就发现 他的太子不累积 而喜欢那个赵王刘如意 甚至于发生了想换太子的这种想法 汉武帝是个雄才大略的皇帝 个性非常张扬 而他的这个儿子呢 他这个儿子个性非常仁弱 是个很仁义的人 一个个性很张扬的人 另一个呢是个性很仁义的人 这样他就发现他儿子不像他自己 实际上这个时候开始 太子和父皇之间 已经出现了一个外人没有觉察到的 一个微小的裂痕 刘巨从小可以说 生长在密冠中 享受了父亲汉武帝的万般穿 没什么想法 等到太子刘巨长大以后 汉武帝的这颗慈腹之心 却慢慢发生了变化 据实际记载 刘巨是一个仁义的太子 也是很得人心的 那么在这逐渐疏远的父子关系之下 还有其他什么原因吗 难道只是刘巨不像暗地那么简单吗 第三个阶段 叫心口不一 这个阶段就很重要了 这个阶段出现了很多事情 因为这个时候太子已经是二十多岁了 你想想魏子福多大了 汉武帝是十七岁谢后魏子福 最快也得到十八九岁 他入宫有一年没见面 第二年才重庆宠庆他 那就基本上是十九岁才开始给他生孩子 到了他生出来皇太子的时候 他已经是二十多岁的人了 等到太子长到二十岁的时候 魏子福四十多了 我们经常说什么 什么是一枝花什么豆腐渣之类的词 反正是魏子福到四十多岁的时候 已经是 可以说在汉武帝眼里已经失去了当年的魅力 这我们可以理解 当然我不能说魏子福现在就是豆腐渣 我们还说她是个漂亮妈妈 但是比起更年轻的嫔妃 魏子福是宠 魏子福的是宠 就让五帝和魏子福的关系 又捎带着魏子福的儿子的关系 都发生变化 这时候汉武帝宠姓谁呢 先宠姓王夫人 但王夫人很可惜早死 然后再宠姓李夫人 李夫人一宠姓 李夫人的大哥李广丽就做了二师将军 李夫人的二哥李延年就做了汉武帝的姓臣 李夫人一得宠姓 两个哥哥都搭了便车 一路飙升 魏子福冷落了 这个时候 皇后魏子福 太子刘具 感到了一种威胁 这个威胁主要感觉到地位能不能保 也就在这个时候 汉武帝觉察到了皇后和太子内心的恐慌 汉武帝就找魏清 因为这是魏清害赛事 找魏清 给魏清讲了一番话 让魏清把这个话烧给皇后和太子 汉武帝给魏清说什么呢 说了这么几点 第一 就是我现在执行的这个政策 我对外征伐四夷 我对内变更制度 为什么要这样干 说我如果不变更制度的话 将来后世就没有一个遵循的法则 我现在如果不征伐四夷 后世就没有一个太平的天下 所以我不得已而这样做 殃及了老百姓 我是不得已的 这说明第一点 这是汉武帝第一次解释他所执行的国策 第二点 他说太子在我的眼中是个好孩子 太子很稳健 我执行的这一套可以 但是我的儿子不能再走我的老路 我的儿子再这样做 就会走秦朝灭亡的老路 而太子刚好是一个非常仁义的太子 他来守这个天下 我非常放心 所以现在在我的眼里 儿子还是个好儿子 当然天下是老子的 江山是老子的 也是儿子的 归根结底这个江山还是儿子的 所以说了一番话 让魏清烧这个话 给魏子福 给太子刘炬 说你们不要害怕 我对你们 还是我心未变 我的心没有变 这个话说过以后 魏清的反应是顿手谢 魏清非常感谢 皇后听说这个话 史书的记载是脱瞻谢罪 就是感恩戴德 但是这番话 我在读的时候 我觉得这个话说的有问题 这个话叫我看来是作秀 而且是个政治秀 为什么说它是个政治秀呢 我讲几点理由 第一 这个话刻意地掩盖了 汉武帝对太子的不满 汉武帝公开说出来 太子不累积 他对太子是不满意的 但实际上 他对魏清说的 他对太子非常喜欢 他把他的不满意掩盖了 这是第一点 再一点 皇后已经失宠了 汉武帝回避了皇后失宠的现实 他还说 我很信任他 实际上他又一次掩盖了 对太子的不满掩盖了 对皇后的失宠 他掩盖了 你想想 一个皇帝掩盖了这么多东西 这个话能是真心话吗 我觉得这是一个唯心之言 他之所以要这样做 只能说明 汉武帝是在有意地 刻意地在掩饰一些什么东西 通过以上王立群先生的分析可以看出 皇后魏子夫 由于年长色衰 爱屋即屋的汉武帝 也就慢慢不喜欢魏子夫的儿子刘巨 但是据实际记载 汉武帝还是很信任 皇后魏子夫和太子刘巨的 每次外出 他都把朝中之事 托付给太子处理 公众之事 都托付给皇后处理 那么太子刘巨失宠的背后 究竟有什么隐秘呢 这里边就有一个问题了 汉武帝跟太子的关系 为什么会变成这个样子 当然第一个原因 我们刚才已经说过了 首先是太子的母亲 魏子夫失宠 这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因为汉武帝这个人 他是个爱屋即屋的人 就是他喜欢这个女人 这个女人的儿子他也喜欢 这个女人失宠了 她的儿子他也不待见 还有一个重要事情 魏清去世 这是个大事情 无论是皇后魏子夫 无论是太子刘巨 他们在朝中最有力的支持者 就是大司马大将军魏清 我们知道魏清是魏子夫的弟弟 是太子的舅舅 是魏氏家族在朝中的执著 虽然从元寿四年摩北大战以后 汉武帝再也没有派魏清出去打仗 魏清后来在家里闲居了十几年 但是只要魏清在 反对太子的人就不敢那么嚣张 因为魏清尽管不领兵出征了 魏清的地位尽管下降了 但是魏清仍然是大司马 大将军 还是侯啊 他这些东西都没有变 所以朝臣们在朝中 议论到太子的时候都不敢太放肆 但是元封五年 这一年魏清去世了 魏清的去世 对魏子夫给太子来说 大击太大了 就是魏氏家族整个失去了一个执著 朝中无人了 这个魏清的去世 是太子最有力的一个执撑 失去了 所以魏清的下世啊 可以说 让太子的地位是雪上加霜 所以到这个时候 出现一个什么鬼 出现了一个新的情况 就是皇后魏子夫 要见到汉武帝 变得非常困难 就皇后不能轻易地见到皇帝了 这可是个重要事件 因为这个事件一旦出现以后 一旦遇遇了危急情况 皇后不能够给皇帝进行直接的沟通 他两个不能直接见面 太子更是很少见到皇帝 遇到什么事情 他没有办法向皇帝解释 他的母亲不能见到 他也不能见到 两个人都不能见到 汉武帝 这就是一个大麻烦 还有一点 太子和武帝的政见不合 政治见解上差别很大 汉武帝是一直主张对匈奴用兵 一直要打下去 太子是屡屡劝阻 汉武帝不要打 这个仗不能再打了 打得国家撑不住了 所以面对太子的劝谏 汉武帝说的这么一句话 你当其劳 以遗亦辱 不遗可乎 这话什么意思呢 他说我干的些累活 而把一个安逸的天下留给你 把一个太平天下留给你 不也很好吗 意思就是我打天下 将来你做天下 不是很好吗 汉武帝是笑着对儿子说的 实际上 在武帝的微笑的背后 已经隐含着 对太子的一种不满 两个人政见不合 就在政治见解上 治国的大政方针上 太子跟父皇之间有矛盾 这是很重要的一点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 太子不懂权术 太子这个人 他给武帝的出身 虽然都是七岁当太子 但是汉武帝七岁当太子 你知道那五个女人的竞争中间 汉武帝学会了多少本令 而汉武帝的太子 是平平安安的当的 没有任何的恭维的争斗 所以这个太子 没有经历过政治风雨的磨练 他对政治权术一窍不得 我的主张是 你可以不玩弄权术 但是你不可以不懂得权术 如果你在政治斗争中间 你不懂得权术 那只能叫做政治幼稚 恰恰 武帝的太子是一个不懂权术的人 所以他就公开的 多次的把自己的反对意见 撂给他的父亲 这样导致父子的关系 其实也在变化 这样就带来了 父子之间政见的不合 带来了一个重大问题 就是朝臣分派 朝中的大臣 一部分赞成太子 这就是太子党 一部分赞成汉武帝 这就是君王党 朝臣分了两派 一部分支持汉武帝 一部分支持太子 朝臣的分裂 这个也是一个科幻的事实 太子流去出生的时候 头上充满了光芳 但是在他母亲魏子夫 和舅舅魏卿失重后 他这个太子的位置 也受到了威胁 然而更重要的是 在对匈奴用兵的问题上 父子之间产生了重大分歧 进而在朝廷上 也出现了支持太子的一派 这是大权独揽的汉武帝 最不愿意看到的 恰恰在太子倒霉的这个时候 又有人给太子留据 拿起了小报告 那么汉武帝会不会趁机 向太子发难呢 第四个阶段 这个阶段就更麻烦了 这个阶段呢 太子的地位是积极可危 而且有一些人公开跳出来 给太子找麻烦 而且找太子麻烦的人不是别人 就是汉武帝 那干什么呢 给皇后中间的宫女玩的 汉武帝一听 立即给太子的后宫 增加了两百多个宫女 太子回到宫中以后 他的宫里一下子多了 两百多个年轻的宫女 他并没有要求 皇帝也没有解释什么原因 他觉得这后面有文章 一打听 原来是有小太监 打他的小报告 这个太子给皇后 对这个小太监 恨得是咬牙切齿 特别是皇后 恨得不得了 但是太子这个时候 还很幼稚 太子说别人怎么说 只要我走了直 我不怕 而太子这个时候 恰恰是犯了一个大错误 就是因为太子觉得 他的父皇是个很英明的人 但是这个时候 无论是如何英明的人 他都难以克服 人性自身的一个大弱点 叫偏听偏信 这是人性的一个大弱点 汉武帝身边就这么多小太监 他整天结束就是小太监 你想想 这些小太监 在汉武帝身边 经常这么吹风 汉武帝信了 汉武帝要是不信了 怎么会给太子宫中间 增加两百多个宫女 这是第一件事 过了不久 出了第二件事 汉武帝得了个小病 得病以后 他就让小太监 去叫太子来 结果这个小太监 回话就告诉他 说太子一听说 你父皇得病了 太子乐死了 高兴得不得了 汉武帝听着脸一沉 就没吭气 过了一会儿 太子来了 太子来以后 汉武帝一观察 发现太子尽管抢言欢笑 但是太子的脸上 带挂着泪痕 他就很纳闷 一打听才知道 太子刚刚大哭了一场 太子听说父亲有病 我先哭了一场 然后擦干眼泪来见父亲 这个时候汉武帝才知道 这个小太监捣鬼了 就把这个捣鬼的小太监 立即给杀了 但是你通过这两件事 我们可以看出两点 第一 小太监 之所以敢给太子下套下药 首先是小太子 已经觉察到 太子给父皇的关系疏远了 如果父子关系非常亲密的话 这小太监敢下药吗 不可能啊 而他们敢于从中间 特别是一个外人 敢于挑拨父子关系 他一定是闻到了什么东西 嗅到了什么味道 他才敢下这个药 所以太子这个时候的 处境的困难 首先是小太监 觉察到太子给父皇之间 有矛盾了 至少是有具体了 有缝隙了 再一点 汉武帝相信了 听说我一得病 儿子笑了 太子这个皇上脸 马上就一沉 后来还是观察了一下 才发现这是个冤案 这说明 汉武帝这个时候 已经对太子 由这个不喜欢 升格到不信任 由不喜欢到不信任 所以这个阶段 应当说太子的位置很艰难 通过王立群先生的分析 可以看出 汉武帝此时对太子刘具 已经产生了不信任 再加上父子二人 没有机会很好的沟通 于是 父子二人的关系 也是越行越远 学上加霜的是 太子刘具 刚刚逃脱小太监们的 群体进攻 又遇到了一个强劲的对手 那么 这个对手是谁呢 第五个阶段 叫危机四夫 这就是一个更可怕的阶段了 这个阶段中间第一件事 就是姚母门事件 这个事件是怎么发生的呢 是汉武帝晚年 有一次打猎 走到河间 河间就是今天河北省的 河间县 走到这个地方 当时就有一个 会算卦的人告诉他 说这个地方有一个奇女子 汉武帝就派人去找 结果找来了一个小女孩 十几岁的一个女孩 这个女孩有一个特点 这个女孩从生下来以后 她的两个手都是拳着的 生不开 汉武帝这是多大了 汉武帝已经过了六十了 碰见这个十几岁的小女孩 而且这个小女孩很漂亮 这个汉武帝用手给她一掰 这个手就开了 这个手呢 十几年谁也掰得开 汉武帝一掰就掰开了 所以汉武帝身边的人 就叫这个小女孩 叫全夫人 这个手拳起来 叫全夫人 这就是汉武帝晚年 最后宠幸的一个女子 叫沟义 这个沟义夫人呢 大得汉武帝的信任和喜爱 而且这个全夫人还很争气 后来竟然怀孕了 十四个月 给汉武帝生了一个儿子 名字叫福林 号叫沟义子 汉武帝是万年得子 是喜事很高兴 而且这个沟义夫人长得也很漂亮 汉武帝把自己全部的爱 都夹在了这个十几岁的 这个嫔妃和她生的这个小娃娃的身上 她觉得当年姚舜宇 那个姚 就是怀孕的十四个月才生下来 如今她得这个小儿子了 亦也是怀孕的十四个月才生下来 所以她就把生她儿子的这个地方取了个名 搞了个命名仪式 叫姚母门 那么如果说沟义夫人是姚母的话 那沟义子岂不是就是姚了吗 这个说法是很容易引起人们的误解的 很容易让人们想到 汉武帝是不是将来想传位给这一个小儿子 这个是很容易引起人们误解的 司马光在自治通鉴写到这一段 司马光有一段非常精彩的评价 司马光的评价就是说 这个君王做事一定要处处谨慎 如果你稍有不慎 就可能让那些别有用心的人 闻到气息 腥风作浪 公元前九十四年 沟义夫人怀孕十四个月 为汉武帝生下了一个皇子 老年得子的汉武帝很兴奋 也把沟义夫人生子的地方 命名为姚母 等于说把沟义的儿子比作姚了 这不禁让人浮想联翩 姚是古代的圣人 这是不是暗示汉武帝此刻要废掉太子刘具呢 刘具的太子之位会不会因此而失去呢 司马光的这个评价是有道理的 但是现在我们要讲的是 这个姚母门事件 是不是意味着汉武帝这个时候想废掉太子 立他这个小儿子 有没有这种可能性 我的看法 没有 没有 汉武帝无非是作为一个年长 六十多岁当父亲 而且他的母亲是一个十几岁的一个年轻女子 汉武帝很高兴 汉武帝是个性情容人 当年那个魏子夫生太子的时候 他就很高兴 这次就是顾忌重演 又高兴了 一高兴就命名了个姚母门 其实他就是一种炒作 并没有更多的意义 没有更多的意思 为什么说汉武帝的时候没有废太子的意愿呢 我想讲这么几点理由 第一 汉武帝对太子是有一个基本评价的 这个时候离汉武帝晚年下最己招 已经没有几年了 就汉武帝晚年对自己征伐四仪 办了那么多事 他其实已经感到有点追悔了 他觉得如果再这样做下去 就要走秦始皇的老路了 而他的儿子是一个非常仁义的人 而且历代国君都知道 要向国家稳定 必须要选一个年长的人做国君 封建社会历来有一句古话 叫国赖长军 一个国家仰仗的是一个年长的君主 如果君王太小的话 他处理不了朝政 所以汉武帝是懂这个道理的 从感情上来说 那可以说汉武帝非常喜欢他的个小儿子 够一子 但从理智上说 姚母门事件的时候 他并没有废立太子的想法 因为在这之前 汉武帝也宠信过王夫人 宠信过李夫人 这些夫人都生过儿子 汉武帝并没有因为他宠信他 就废了一个不宠信的为子服的儿子 没有做这样做 这是我说的一个理由 再一个理由 我觉得汉武帝是一个非常理智的人 汉武帝的理智近乎于冷酷 如果我们往后推 后来发生了巫蛊事件 太子死了 皇太孙也死了 汉武帝的其他几个儿子都看不中 最后他选中了 他这个八岁的小儿子 就是勾义子刘芙玲 那么汉武帝在七十岁 传位给他的小儿子的时候 汉武帝做了第一件事 先杀他的母亲勾义夫人 这叫去母留子 汉武帝在他晚年 真正想立勾义子做皇位继承人的时候 是先把他的母亲 二十多岁的勾义夫人给杀了 你可见 汉武帝如果一旦决心要立 勾义子做皇太子的话 他一定要杀他的母亲 他正在宠幸他的母亲的时候 他不会理他 这个你可以看出来 汉武帝这个人有一个很大的特点 就这个人特别狠 特别果断 果断到冷酷无情的地步 冷酷无情给果断 反过来说明汉武帝是理智大于感情的人 是个非常理智的人 因此他绝不会在这个时候 在姚母门事件 当他这个小儿子一出生 他就想废掉年长的那个太子 再立这个刚刚生下的儿子 不会 不可能 因为这个儿子长大了是什么样 谁知道啊 当年那个 他和魏子夫生那个太子出生的时候 他不也是很高兴吗 长到二十多岁 他发现不累起 那么这个小儿子 长大以后累起不累起啊 很难讲啊 我们不能因为他喜欢他母亲 就认为姚母门事件 意味着皇帝要更换太子了 这可能性不大 所以我觉得姚母门事件 表明了汉武帝对勾义夫人和勾义子的感情上的喜爱 但是这个感情上的喜爱 还没有发展到要费力太子的程度 但是这个时候应当说 太子的位置更危险了 当勾义子出生的时候 汉武帝已经是六十多岁了 按汉武帝七十岁传位给八岁的勾义子来推荐 那么汉武帝生他这个小儿子的时候是六十二岁 当然今天六十多岁还不算太老 但是汉武帝那个时期六十多岁已经很不得了了 刘邦是六十二岁就死了 至于汉文帝汉景帝一个四十六岁死 一个四十八岁死都死得很早 四十多岁就死了 所以六十多岁的汉武帝已经感到体力不支了 由于他体力不支 汉武帝很多事情感到力不从心 一个人年老了有病是很正常的事情 但是汉武帝不这样想 他觉得他年老体衰 他有病是有人在诅咒他 有人在捣他的鬼 让他实现不了长生之愿 所以汉武帝这个时候就 越是年老体弱 越是疑神疑鬼 汉武帝晚年 有一次在皇宫中间 他突然看见一个男子带了一柄剑进入皇宫 他立即派人去追 结果这个男子把这个剑一扔跑了 没有抓住 汉武帝一动之下 把这个皇宫的侍卫长给杀了 杀了以后汉武帝还是不放心 他觉得有人要行刺他 然后就调动军队 关闭了城门 在这个城中折腾了一个月 搞这个大搜捕 最后也没有抓到人 什么人也没有抓到 就是你可以通过这两件事 你可以看出来 汉武帝晚年是疑神疑鬼 提心吊胆 总害怕自己遭死 其实这个心态也很正常 我们很多人说自己不怕死 其实那个时候因为你还很健康 真到你年老体衰的时候 很多人 绝大多数人从人性上讲还是留恋生的 还是留恋生的 所以武帝晚年 他身体越差 他求生的愿望越强 他越想活 所以这个时候 武帝身体是一天天衰落了 而太子的地位是一天天在危机 也就在这个时候 发生了武帝晚年 那个搏击几万人的大惨案 就是乌骨事件 这个事件是怎么发生的 它的经过怎么样 它带来了什么样的后果 请看下集 乌骨之祸 谢谢大家 谢谢